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大家好 今天应该还是没有出过年 应该是正好是赶上中国的新年 那么这里我做了一位表情尴尬的女士 不知道有什么表情来的 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 但是其实她已经跟我们很熟了 跟我们观众也很熟了 她是我们很多歌曲的主唱 就是Narumi小姐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个群口 群口相上 大人一块来不容易 Narumi非常有才华 大家可能在我的频道里知道 她是一个唱歌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唱了很多 例如一般会为雨昌的《真的相信》 曾经有一个人 与你的善良感应 我们之前合作的这个《约在春天相见》 对 《沐眠记》 《沐眠药》 《飘飘扬扬扬》 你最喜欢最满意哪一首 我最满意的都不是自己唱的 就是你唱过这些你最满意的 那你说你最满意不是自己唱的 我最满意的 我还是喜欢自己唱粤 可是唱你的歌都是唱国语 对 因为我不懂得粤语 我也很喜欢听粤语 因为粤语更有古译 那你觉得粤语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古译 还有它这个 我先说两句 但还有它的发音和我们不一样 它在嘴里有一种 有一种游刃的回荡的感觉 它不像我们这种暴霍音出来的 因为我们北方游戏 它有一种转转缠绵的一样 对好像国语普通话会比较白一些 然后那个粤语更有一些韵的一些 对对对 君不见 高同名镜 被白发 可以对我的意思 因为我不会说这个 不是 其实粤语词它也有好几种 它可以写成像你那种有韵味的 它也可以写得很口语化的 其实都一样 只不过它跟国语最大的区别 它就是它没办法像国语那样子 填词 或者是先有词再有曲 一般粤语歌都是先有曲再有词 词还是甜的 因为粤语它本身每个字 它带有它自己的那个音调 就你换一个音调 它就不是那个字了 所以我们普通话也是这样子 不是 这个我很难解释 这个大家去科普吧 对大家这个还有粤语和国语 哪方面不一样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很多 我比较喜欢粤语 最喜欢听的粤语 就是我只要去广州 大家都叫我两宅 就是我阿洛很漂亮 两宅 两宅 它这种就是肥老 是不是 骗动物 我听着像肥老是吧 对啊 对 那你叫什么 懒雷 没有人这样叫我 对对 那叫什么懒雷 没有人这样叫我 以前有朋友说这个 说粤语的 说普通话 他有那个粤语口音 对啊 所以我听他讲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东西 对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 给我印象 我觉得广东人 我对广东人印象非常好 就是说他跟你普通人 你讲普通话 你去上海不是的 上海一定跟你讲 他知道你普通话听不懂 他用上海话来嘀咕你 对广东人不会 他说的话 一定要让你听懂 我再跟你讲道理哦 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这个有这么多的方言 真的也是在一个国家当中 可以让人觉得好像 这是这是我们国家的语言吗 一国多语的感觉 尤其在江浙一代的隔山 隔一个村就隔的差别很大 但是对粤语是有感情的 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粤语歌曲 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粤语歌曲讲大 轮身高拿着身边化成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 比亚的那个什么皇家居唱的时候叫什么 海阔天空 对海阔天空 我突然 我就记得原文是那个粤语 我这么不会唱粤语 我就不学了 但我记得好像 近期在YouTube上有看到大陆拍一些节目 他们做一些翻新的演唱 把这首歌曲里面好像也加入了 用国语唱的和粤语唱的一起出现 你就会突然觉得 这个国语就觉得失去了那个韵味 对啊 我们听国语用理解粤语就是钢铁锅 你要说什么 少女有打扰了 没有啊 就是那个 因为它本身这首歌是按照粤语词的那个音去做的呀 所以如果把它填成国语词的话 它就会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它的旋律是粤语字母发音的那个规律去编的嘛 你要举个例子吗 就是很多粤语歌都这样子 除非它一开始是 如果是国语的歌填粤语词是没有问题的 粤语歌你填国语词它就会怪 粤语歌是不错 但我今天国语也是很不错的呀 像这个我觉得 我记得当时让我想起有首歌叫晚秋 嗯 我记得粤语版的和国语版的 虽然两个人唱的风格不一样 但是都挺好听 黄凯琴 对黄凯琴 然后中文是猫宁 啊对对对对 老一点的歌可能就是那个年代的歌可能好一点 可是现代的粤语歌几乎填国语词都会非常乖 嗯哼 我听林熙的词比较多看的也比较多哈 因为我觉得我对林熙填的粤语词有增加一种对古文的理解 嗯然后林熙呢她她的粤语词有一种呃传译 那么国语词呢有一种无奈感 包括他他给黄耀明写的那时候去叫做叫大快特有大智慧 这个电影主题剧 嗯你看过吗 你看过大快特有大智慧 没有啊 大之劳啊 大智劳 大智劳啊 大智劳可能小时候看过现在已经忘了 粤语这块还真不太 就是中国翻译叫大快特有大智慧 但是呢你可能看的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看的这个被阉割版的 就你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其实他讲的一个因果轮回的故事 嗯 刘德华主演来的一个一个人叫他 我知道他最后一世的名叫孙果 他看到自己的前世看到这个女人的前世 然后他他是一种破念画痴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其实你如果看的整个原版你会非常觉得受启发 他很有种就生命的认知 因果轮回的认知 而你觉得香港呃娱乐圈拍出这么一个有有有有智慧 有思考的一个充满了禅学味道的一种 你电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你到中国变成一个公安破案的题材 一个一个和尚帮助公安怎么来解决这个杀人犯的问题 他就把整个因果轮回这个给切掉了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字的一种悲哀啊 嗯 我觉得你虽然说中国就说他也让那个香港人去学普通话 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字就是说它是一种被强奸的文字 嗯 就是你很多词 你先又做出个敏感词叫做什么 杀字不能提 嗯 杀字必须得用口字来提 哦 这就闹出了很多笑话 你知道吧 你电影里说什么杀死别人 就变成口死别人 哈哈哈 这个中文词就是被敏感词糟蹋了 已经没办法 还我说的话题是不是太没意思了 不是呀 嗯 就是跟粤语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但是确实说到这个粤语 但是我倒记得因为我还是 我迪斯尼王子嘛 哈哈哈 我就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什么迪士尼英文的原生电影 嗯 完了之后它又翻成国语版电影 嗯 然后呢又有粤语版 但是粤语版我了解的接触也少 但是总给我一个印象哈 国语版的在土字的 比较白的这方面呢 跟美国原因有点像 嗯 但是粤语版就让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像美国人那么直白 然后那么奔放 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但反而可能粤语和英国口音 嗯 会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 因为大家看英国很多电影包括Harry Potter 或者什么 就给人感觉好像英国人 咬字非常自证强言 但是好像总有点含着个什么东西 仗不开 有点那种这个话从虽然要说出去 还说出去 但是好像又含在口底有那么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和粤语有点 类似 我觉得在海外可能很多人是说粤语的 就是中国国内很特别靠北方的人都会认为粤语是一个方言 嗯 然后我们一听到这个就特别反感 就因为粤语不是方言呀 那就是方言 就不是方言 我跟你讲 你讲最话就在粤语地区会被打 那不对 你说我们东北话是方言 我们承认那我们东北地方的方言 但是粤语真不是方言 但好像粤语是否曾经是中国的一个 唐朝的流行语 你自己 科普一下 不对 它一定是地方的语啊 就称这为方言 因为粤语它有自己的文字 有自己的文化传承 它有自己的发音系统 它跟其他地方的方言它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方言它没有自己的文字 OK 你说的方言是口音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东北话的方言是普通话的东北口音 要承认这个方言 你要不要自己Google看一下方言的定义 OK 我没有那么学术性好不好 我不跟你探讨这个学术性的问题 那闽南话是不是方言的 我不知道 闽南话应该是 闽南话可能 听起来笑 对你上海话 这些东西太水了 你上海话是不是方言的 我只知道粤语不是 上海话是不是也是方言的 那北京话也是方言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以 这个没有歧视的概念 没有歧视的概念 我觉得你是歧视过普通话 没有啊 你是不是觉得普通话不好听 不是呀 那你为什么就觉得粤语那么骄傲 我们对我觉得粤语 粤语就是很骄傲 我们是很欣赏粤语 我们很想欣赏粤语 说那种那个 可是你说它是方言就不对 它的确就是一种成系统的一个语言 它并不是一个方言 OK 我们对方言的理解概念不一样 对 首先说我为什么喜欢粤语 因为要是我也挺喜欢听上海话 但是我觉得上海话 像一个女人说的话 不像男生说的话 就女生说乌诺软语 觉得还很好听 还有一种柔柔的感觉 但男生说呢 你就觉得有点这个 太软了 但是粤语它是男生说也好听 女生说也好听 你不要说 我第一次觉得粤语女生说好听 因为我觉得男生说 可能有点 狂人没搞 你这种感觉 就只要举着嘴说话 对对对 然后我突然间就一次 我看电影 就是当时看色戒的时候 那个汤伟衍那个女性角色 她打电话说 这个是我 喂 二哥是我 这女人说粤语可以说这么好听 然后她意识到原来粤语是很好听的 然后我再重新再看花样年华 我看汪家卫讲那个花样年华 他讲这个粤语 用粤语台词版 讲的这个花样年华和你国语版 两个人那种感觉 包括看当时那个 阿非正传 张国荣和那个也是张国荣演那个 阿非正传的时候 我也突然觉得梁朝伟 张国荣演说的粤语也很好听 就说我觉得如果是少了一层 对粤语的理解 就少了一层对汪家卫的理解 那么你可能 你觉得中国人和大陆人 你觉得你看懂了周星诗 如果你听懂了一个粤语版的特性诗 和你看大陆人的周星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那种周星诗的搞笑 我觉得好搞笑是另外一种感觉 可能和他相同是不一样的 对周星诗那感觉都是已经带有了周星诗 后期那个配音 对配音的容 原声的感觉是另外一种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他们的笑点 和我们也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后来翻译出来的笑点 对 OK 先进入你的专业 这太突兀了 不是你要说吗 你刚才你说的配音的技巧 这玩意太突兀了 突然转到这了 这个怎么接过来 刚才主要说到你说这个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用同一个语言 他都会有不同的这个 你发现女生也能把粤语说的这么好 对 但是实际上呢 肯定在当地也有人说出来不好听的情况 对肯定也有 对对对 所以我就在讲的 有些演员他其实是 他能抓到就像音乐一样 他那个语言当中有音乐 他抓到里面那个一阳顿挫的那个情绪 这个好的这个火猴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语言说的非常的有张力 所谓张力呢 在我的这个专业当中我会称之为张力 比如说中文有四声 国语普通话四声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粤语是九个音调 八个音调 是吧 是八个音调 好像是 你看他不够学术 到底是多少 我听说是八个 八个 我怎么在哪个地方听着好像是九个似的 但不管怎么样 八个九个也好 那这个比如说四声吧 一声 登 一声 一 等 等 等 那粤语我就不模仿 要不你模仿一下 我不知道呀 不知道 OK anyway 也就是说呢 在一阳顿挫当中 我平常说话当中的一阳顿挫里面很窄 但是在配音当中的可能你这一阳顿挫就会变大 就夸张一些 比如说今年是虎年 但可能在配音当中就是今年是虎年 就是你等于这个张力把它变大了 那其他的各种语言也是一样 比如说英文吧 This is Dash's Talk Show So 他可能要想加上他的这个一阳顿挫的就可以变成 This is Dash's Talk Show Yeah 这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有外国人说中文话 我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是他有这个一阳顿挫的变化 就像是这个翻滚过山车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外国人说中国话就感觉总是在表演 你好吗 吃了吗 大家好我是郭杰瑞 我现在在深圳 如果一个老外说中文 不能说的好大家会第一反应是乐 对不对 如果你在老外的话 你在外国人你说英国话 其实英语我们其实说的很烂 但外国人没有一个人笑话你 他会认真听 我耳朵不好使 你再说一遍 他往往是这样 外国人好像普遍会说 有的时候你会说 I speak English no good 然后西方人会说 already better than my Chinese 他就是说已经比我的中文 英语 is very good 这方面好像西方人很有礼貌 因为他习惯了这里有各自不同的语言 对而且你还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很喜欢你土生土长的那个口音 对我有时候会碰到有的客户找我来做配音 他们会讲就是说想找他们有的电影或者是动画片的角色是个亚洲人 他们专门来找亚洲面孔的人来说英文 他们要这个非常明确提出English with Chinese accent Asian accent 就要找英文带有中文口音 我有过一次做 他就说你就naturally说英文就可以了 自然的说英文就行了 我说完之后他说你的中文味不够 能不能再给我点中国 我就立马就变成Chinglish This is the Dasungs talk show 他们说好我们要这个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你看我经常就参加一些场合 就是有些采访 我觉得我对英语很晒 我说不好 我说My English is not good I need to translate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Translate 也许他可能觉得英语不能准确的表达 后来我就习惯了 就是用我的英语很basic 就是单词会的单词量很少 但是我尽量用那些单词来表达的时候 他们都听得很均均耳略 他觉得你的表达意愿很强烈 就是你的内涵已经在那个语言当中了 对可能你在中国你经常会有一种 陷入到一种找词汇的当中了 我找我怎么样的词汇把它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你可能最简单的那种单词的情绪就够了 就引到 他们捕捉到你的那种信息 他并不是说我要捕捉到你的这个 多么准确的语言表达 他是完全两码事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涉及到英文写作就有问题了 你可能说我要编一些漫画故事 那么我最后我一定要找一些当地 有懂得图语里语的这些人来做文字 因为他们更符合当地的文化的感觉 所以从面上 不管是国语粤语还是英文或者各种语言 在我配音这个领域当中会看到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背后传达出来 包括刚才你讲的 最重要的是你传达出来的那个意思 是不是真诚 是不是努力的想要把你的意思传达清楚 你甚至有的时候表面上的技巧都不是那么重要 对 我想我们世界走到了今天 就是你这个已经是个地球村 即便我们你想保留你的地方的语言特点 但是我们最终还会形成一个大家说共同的语言 而且这个地方语言也随着世界的融合 再越来越消失 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这是个巴别塔 就是说这个 万一以后脑电波教育 就不需要语言 没有这个东西 不过它不是以后的问题 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它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就是当你超越了这种语言的时候 那我觉得神的境界就不需要语言 神可以跟你说任何一种语言 其实你别说那么远 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和某一个人工作就特别的默契 对 我都不想跟你说了 一个眼神给你 你就知道我要干什么 其实那就是人有人言受有受语 中国人一直这么说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语言 语言是什么 是文化的一种 我觉得它是人类文化的区别 那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当中 一定是一种共同的语言 树有树的语言 松鼠的语言 鸟类的语言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宇宙的语言 一个共同体 我们都有这种信息的摘体 如果当我们意识到这种 宇宙的真正的语言是什么 它绝对不是某一种粤语 也不是某一种英语或者汉语 它一定是这个宇宙共同的语言 也许是一种宇宙的信息在里面 像什么 我相信可能一定是有真的 善的 困容的 美好的 这是真正宇宙的语言 让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懂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和一些 生命产生一种心灵感应 我们会和植物 会和动物有心灵感应一样 我相信是我们有着了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 我们要抛弃表面 抛弃你的粤语习惯 抛弃我们的汉的习惯 我觉得这倒不是一种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我在一开始 我总是觉得 讲不同的语言的人 他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就是讲日文的人 他会你很明显的区分的到 他们的思维模式是那样子的 然后粤语也是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粤语的 讲粤语的人的思维模式 是跟讲国语的人的思维模式 是不一样的 思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特别是我前几年看了一个 我近几年比较喜欢的一个科幻电影 叫做《降临arvival》 他就是讲语言的这么一个故事 他就学会了那个外星的语言 所以就学会了他的那种能力 他是个思维语言 是 但是呢 还是他们尽管不同 但是总有一个共同的能连接在一起的地方 咱还是又说到这个音乐了 就是不管是日文歌曲 韩文歌曲 台湾闽南语歌曲 粤语歌曲 英文歌曲 你只要放出来这一首歌 大家也许听不懂那个文字 还是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文化的感觉 因为用音符可以共同的把它理解出来 所以人经常说这个音乐是跨越种族的一种语言 对 这里我就要强大一下我的美术了 美术更是这种音乐 画画可能给人感觉更直观 因为用音符就是一样的 对对对 这样我也想到一点 就是之前有一个西方人 我们参加一个西方人的活动 他们就是在讲说他们对音乐 我觉得上升到一种精神信仰方面 他就在讲宇宙这个词叫Universe Uni用他的这个他给我们做的这个翻译 Uni就像是一个整体的意思 Verse在英文当中也是一首歌词 一首歌的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给我们解读说宇宙就是一首歌 从这一点理解 可能是西方可能更注重这种声音 他讲的这个一首歌 在我看来就是一首歌曲里边有它的主旋律 有它的伴奏 就涉及到我们上次讲的平衡 所以他可能更体现出来一种宇宙 万事万物互相之间的配合和平衡的关系 这个就让我想起过去 比如说西方巴洛克时期 或者再往前文艺复兴时期 他们那个时候作曲里边 有一些什么对位法 或者是有一些叫做复格 就是一个旋律出现之后 比他晚可能一小节 或者晚两小节 他会出现一个相同形状的旋律 完了第三个声部又出现 等于这三个声部在不同的 走一个不同的路线 但是这互相路线当中又像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就给我一个启发 就像是我们每个人树叶有专攻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做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的路 但是大家可能都会因为 共同的普世价值 或者对神的信仰 可能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又融合在一起 走向一种和谐的状态 所以这个当时是给我这样一个启发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已经说了好久了 这次又能录了好长时间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我们没想到 我们本来想了解一下唱歌的问题 想了解一下 我以为是聊那个找对象的 这已经我们没有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突然间被你带到这个语言的圈子里了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我们陷入到语言的宣景里了 那么我们那个 你要聊找对象的时候 我们下次再聊 不是 陈东要找对象 好 那我们可以扔地球呢 你是肯定不需要 我们下次再来聊聊找对象的问题 好吧 那好 那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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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